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进 今天给各位小伙伴带来的是一个 在安卓手机端运行这个小火键的一个科学上网的一个软件 那大家都知道小火键来讲的话 主要是 iOS 苹果手机上 包括macOS 这个系统上面使用的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APK的一个APP软件 也可以下载下来 在安卓手机上同工完美的运行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手机端 那大家看到 我的是荣耀手机 安卓的 那这一边我已经下载了这样一个小火键的一个软件 那我现在一步一步演示给大家看怎么样子从下载 然后到节点导入 然后怎么样子使用它 那么首先我们要用这个APK Pure的APP来下载这样一个小火键 那么因为手机上没有安装那个谷歌三套键 所以说的话 用这一个来下载非常OK的 那个软件之前我在视频当中呢 有专门做个视频给大家介绍过 那这个软件下载需要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啊 OK我们来给它创造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我们打开这个VPN 这个小牛VPN呢 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特地给大家介绍过 一直非常好用 特别是免费的 OK我们这个打开它 好了 打开以后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样一个APK Pure的一个APP OK打开以后呢 我们在这边搜索啊 直接搜索这个小火键的名称就可以了啊 S H E D O W 然后RO11KT 对不对 OK我们搜索出来以后 大家看到有很多啊 包括这个SSR都有啊 呃我们要的这个啊 要的这个 OK这个就是著名的小火键了啊 著名的小火键 然后这个因为我已经下载安东过了 所以说他在这里选择更新 那个软件也不大 31兆 啊31兆 点这里 假设你们下载过来 就点这里这个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啊 OK下载安装 我们就变点湿了啊 变点湿了啊 我把这个给它关掉啊 关掉 OK安装好以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 啊图标啊 小小火键一样的 OK我们打开它 OK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一个界面啊 啊它整个是空白的 整个空白来讲呢 我们看看它的一个 呃架构啊 首先这边是一个分属 分属来讲的话呢 就是呃 啊参加分属和参加订阅的一个功能啊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那么这边是漏油 漏油里讲的话呢 OK我们默认设置的一般都是全局漏油啊 全局漏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设置 这边设置功能就多了啊 那你需要这样一个啊什么功能 你就勾选什么功能啊 就勾选什么功能啊 那这边有一个自动更新的 你需要的话就打开 这边还有一个免费节点的 你需要的话也可以打开 这个免费节点非常的多啊 但是普通的来讲的话呢 速度都非常的慢啊 都非常的慢 这个有需要你就打开就行了 OK 那再到下面这边来呢 有一个允许来自局域网的链接 那有需要就打开 这是一个什么呢 局域网共享啊 假设你这个啊 小伙计联赛VP以后呢 你这边这边共享以后 那其他的手机 你家里面其他的手机跟电脑什么的 都可以用这个来设置共享啊 这个我之前也有做过一期节目的 在这边也不讲啊 那么这边三个点的话呢 这边有一些功能啊 大家自己去自己去看 大家自己去看啊 这边是一个签加这个节点的一个啊 它有好几种方式 扫描二维码的 剪贴板导入的 手动设置自定义配置的 等等 OK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演示呢 就是 绝点导入的方法啊 OK 这个节点怎么来呢 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浏览器啊 打开浏览器 这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绝点分享啊 它本身是这个V3的绝点 但是说呢 我实测以后 它这样一个小火箭也是可以用的啊 到这个网址以后 这个网址我会分享给大家啊 在视频下方多个免费分享 到这边以后我们点这样一个链接 啊 点过来以后在这个地方 它显示是 它会给你一个电脑 给你一个ID MP一个ID给你啊 然后啊 这边是一个时间 就是我现在的时间啊 然后它最高速度是60到 每秒60到 这个速度非常快 那么我们需要链接 我们就点这个地方 获取链接就可以了 那它每一个 啊 IP呢 每一个ID呢 它给你10G的一个流量啊 那这个10G我已经用了一点点了 剩下9.997没关系 我们拷贝一下它的链接 拷贝完了以后啊 我们把这个VPN给它关掉啊 我们把刚才开的这个VPN给它关掉 OK 关掉以后的话 我们再来打开这个小火键 来到这里以后 我们点左上角三条杠 啊 这个地方点分数 分数我们点右上角的加号啊 我们点添加订阅 添加订阅的话呢 备注你随便备注名字就可以了 大比方今天是1月6号 我就是0106 OK 然后这个地址这个地方呢 就贴上啊 再贴上刚刚复赠的这个地址 OK 我们添加上以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更新了以后 它这是47个配置 啊 更新了47个配置 我们点返回 返回后 OK 大家看到 这边是 应该是有47个了 应该是有47个 OK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能用哪个不能用 或者是哪一个速度快哪个速度慢呢 啊 那我们点一下U上角三个点 啊 这一个地方啊 这里有个单步操作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啊 这边就是测试 测试配置真连接啊 我们点一下测试一下 OK 现在测试中啊 请稍待 OK 测试完了啊 测试完了 大家看到啊 这个绿色的有这个多少多少秒 这个就是可以用的 那这个就是失败啊 红色的这个fire的失败 失败这些决点是不能用的 不能用的 那我们把你OK 我们点这个地方啊 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一键测试排序 并删除无效节点 点这一个 那测试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按照这个测试的这一个 呃 快慢排序 然后把这个不能用的节点删掉啊 那刚才47个 那现在看到还有15个啊 还有15个 15个的话 我们试一下啊 这个呃 延迟最快的这个 啊 最快的这个 我们尝试点击 延迟一下 OK 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点下面这一个 呃 箭头一样的啊 我们点一下 OK 点一下这里显示连接成功啊 连接上了 让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我们打开浏览器测试一下 OK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啊 我们点播放 现在正常播放啊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速度是多少啊 OK 目前的速度非常慢 这个节点 三百多两百多开明明啊 这个速度算是还慢了 OK 我们来换一个节点 这个速度太慢了 我们换一个节点 大约我们换一个这个 呃 美国新加坡的啊 这个我们换一个换一个美国的吧 我们点这一个 我换一个 这里是你连接啊 这里失败了 失败了 我们换换这一个 OK 这个连接成功啊 那我们再看看这一个节点的速度 怎么样啊 我们给他刷新一下 OK OK 刷新完了的话呢 这个节点速度也不快啊 也非常慢 非常慢 七百多开 音圈多开 速度起来了啊 速度起来了 现在去到4,900 4,900 4,900的话 它可以播放更高画质的啊 啊 目前就是1080的了 就是1080了 OK 我们尝试一个快键一下 OK 大家看到快键是没有什么压力啊 没有什么压力啊 目前去到6,800 7,8005的一个速度 那对于这个免费节点来讲的话呢 有这样一个速度就不算不错了 那这个速度的话 看1080P的一个视频的话 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那现在上了1万了 现在速度上了1万了啊 OK 这期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啊 啊 是从这个小火箭的 怎么下载 然后怎么样的导动节点 然后怎么样的使用啊 已经做了一个说明 假设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值得见 那么 对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